想欣赏台湾现代文学电影和参与讲座 并且更加深入了解台湾文化的观众 近期可以考虑拜访洛杉矶的台湾书院 可能还会意外的发现这些优秀文学作品的英译本 名为《阅读台湾 台湾现代文学经典》的展览 会从2月8日开始持续进行两个月 台湾从日记时期一直到现代主义的 这些文学跟乡土运动一直到现在的网络文学 它其实有自己特殊的一片天地 我们如何把这个台湾文学介绍给西方的社会 介绍给英语为主的读者 已经由美国出版社开始翻译台湾文学作品 怎么样用好的译文向西方社会介绍台湾文学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当然过去几年来像东岸的哥伦敏大学 或者是西边的林兴的一些出版 事实上看不出台湾文学整体面貌 除了推荐早期和当代的文学作品 台湾书院还会放映如他们在岛屿写作等 16部文学电影达57个场次 并将邀请美西著名的台湾文学专家与学者 举办座谈会和专题讲座 张书报指出了台湾文学的独特之处 会强调自己跟土地的关系 自己在民族文化的一个深厚的底蕴底下 所有华文文学的一环 但是因为台湾文学过去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底下 尤其现在面临网路 英特内的时代 它的发展不是这个出版业所能预料的 为期两个月的相关活动完全免费 但部分场次续声预约登记 新潭记者袁清宇 杨阳 洛杉矶采访报导